各位朋友 大家好 來到馬來西亞的鮮本拿旅行 除了吃海鮮之外 就是坐遊艇出海了 我們這次過來鮮本拿是五日四夜的行程 一共出了三次海 今天就會和大家分享我們的第一日行程 出海去馬步島 這次我們過來鮮本拿的時候 還是五月份的上巡 相比六七八這三個月來說 不算是鮮本拿的旺季 不過過來的遊客一樣是這麼多 今天我們要去的島就叫做馬步島 坐船過去的差不多是四十分鐘左右的時間 要去到鮮本拿不同的島 一般都是要通過你住的地方 和船公司報名 再由船公司和你同一安排 派不同的人跟著你們的團陪你們玩 到了到了 迎接我們的人好熱情 我們一到島 就看到有很多買椰子的巴瑤族小朋友 他們很多都是搭乘著這些非常簡易的船仔 裝著一些椰子來賣補貼家用 他怎麼給你拿上來的 上島之前 導遊說了給我們 盡量買椰子的時候 就要準備好生子 通常都是五元一隻 小朋友指了一下那邊 意思是他會從那邊爬上來拿椰子給我們 在馬來西亞的斯本拿 有眾多的島嶼 但是大家所供應的最美的島嶼 就是我們今天所來到的馬步島 在馬步島上的度假村 就叫做MWB度假村 這裡的度假村 在斯本拿來說 應該就是最貴最豪華的水上度假村 入住一天是以人頭來計算的 每人就是三千四百元左右 住在這裡環境好 包一日三餐 不過去周圍其他地方就沒那麼方便 過來選擇住在這邊的 很多都是比較年輕的年輕人 如果經濟沒問題的話 當然住在這邊環境肯定就是相當不錯 但是如果你好像我們這樣 尼斯本拿的主要目的是 以食海鮮為主的話 這裡這麼豪華的 包著食的水屋就不太適合我們 除了食的東西口味不適合之外 住的價格也是性價比不高 來這裡住最適合就是那些新婚度假 或者是拍拖沒多久的小情侶 如果喜歡吃東西的老民 到時留意看我介紹我們住的那間度假村 斯本拿的海叫做玻璃海 玻璃海這個名字真的叫得一點都沒有錯 你們看一下隨處可見都是成群的魚仔 又見到一位巴搖族的小朋友在賣椰子 和團友一起買些椰子幫襯他 給你們買些東西 丟上來啊 怎麼丟啊 哎呦 它這樣上來 好 咪咪 咪咪 水很淺 巴瑶族是一個很奇特的民族 他們一生出來就沒有國籍、沒有身份 所有的小朋友都沒有書讀 游牧民族我們就聽得多了 但海上游牧民族你們聽過沒有? 而巴瑶族就是一個這樣的民族 他們從一出生就以海為本 捕魚就是他們唯一的收入來源 他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不同的海域上渡過的 這次的旅行我亦都會專門出一個視頻 詳細介紹這個非常特殊的民族巴瑶族 有興趣的朋友到時記得留意收看 鮮本賴的海產資源非常豐富 你們看下這些小朋友就是用這麼簡單的工具 隨手釣起身的魚 都是在我們老港心目中被認為是非常名貴的斑 各種魚類就是他們的主要食物來源 在鮮本賴去到不同的島嶼族旅行 一般午餐都是船公司才安排的 去到不同的島就在島上用午餐 當你用餐的時候 你的身邊就會出現很多這些巴瑶族的小朋友 都有說吃剩的飯你千萬不要吊 要裝在他們拿給你的器皿裡面 這些飯他們拿回家 就可以改善一家人的伙食 他們根本就不會煙氣是客人剩下的 有口水尾 只要有得吃他們已經是很開心很開心的了 我們的團員現在就開始吃午飯了 在鮮本賴 每間全公司安排的午餐都差不多 白飯任裝 接著就有三個菜 一個是用馬拉方式做的雞 另一個是豆腐 還有一個是炒瓜 全公司的夥食你們就不要要求太過於高 跟我們自己煮的海鮮簡直就是沒有辦法比 雖然對於我們來說 味道的普通路不能再普通的一頓便飯 但是對於巴瑶族的小朋友來說 如果他們可以吃到這些 他們已經可以開心整天了 各位團友已經吃完的時候 巴瑶族的這些小朋友 就把他們這些裝飯菜的器皿拿給我們 我們就把吃剩的飯菜裝進去 再用各種不同的方式遞給他們 小朋友琴那麼高 我們看著都擔心到不得了 豆腐跟我們說他們天天都是這樣 已經習慣了 我就準備拿些生紙出來派給這些小朋友 豆腐就立刻制止了我 他說你千萬不要給 如果給了一個的話 就會有幾十個甚至更多的小朋友 一起出來圍住你 我們把剩下的飯菜裝好之後 就等著那些小朋友接著 跟著他們再分著來吃 那些小朋友真的慘了 有些因為年紀太小 搶不過那些大的小朋友 被大的小朋友打 還在那裡哭 見到此時此景真的很心酸 但是我們又好像無能為力 做不到些什麼 我們還有些吃不完的飯菜 我們就準備 接著小朋友調上來的另外一個飯盒 試了幾次都摘不到 反反覆覆試了幾次 飯盒終於訂了上來了 如果有其他朋友過來馬步島旅行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不妨買多些餅乾糖仔之類的零食 可以派給這些小朋友 這次我來到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是這樣的情形 我和團友一點都沒有準備 他們在拿到飯之後 和其他的小朋友就馬上吃了起來 他們吃飯是直至用手來吃的 吃完之後還不忘記跟他們說多謝 花搖族的大人和小朋友 他們平時究竟是過著怎樣的生活 真的非常難以令人想像 哇那些 那些辣尿蝦挺漂亮的 年紀大小小的就開始出來買海鮮了 年紀太小的就暫時還未做到這些買海鮮的工作 都又說出來玩就不要買海鮮 因為等到我們馬黑玩完回去的時候都不新鮮了 你們看下 隨眼看去都是海膽 過來仙本拿旅行 有一點是我們所有的女士都非常喜歡的 就是無論你參加哪一個船公司上島 他們都會安排幾個馬拉工作人員和你們一起出去 這幾位馬拉工作人員 他們除了會照顧你們的行程之外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還會幫你拍照 而且還教女士如何擺姿勢 所以這次的行程 所有的女士都有很多美照 接著準備去浮潛 一起祝海的馬拉工作人員好食搞氣氛 這次我的仙本拿之行 無論是深淺還是浮潛 都玩了個狗 去到不同的地方都有浮潛 千萬不要以為為天天都會浮潛 去到浮潛你就知道了 因為去到不同的島嶼 看到的東西都不同 過來仙本拿旅行 最好就是穿全身縫形的浮潛服 普通的防曬箱在這裡幾乎沒有用的 浮潛院 接著我們就回到碼頭準備買海鮮 現在我們經過看到的水上的木屋 就是沒有個席沒有身份的巴搖族 他們所居住的地方 不過現在跟以前不同 有一部份的居民也上岸 不過所謂的上岸也是離海不遠 巴搖族是一個真真正正以海為家的幼木民族 關於巴搖族的問題 我也有問過導遊 導遊的解釋就是這些是政治問題 誰都說不清 為何是你們國家的人 你都不給國籍給他呢 因為這些是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 國籍的問題 哦 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民族 啊 都不屬於 哦 什麼都不屬於 我們到碼頭了 碼頭一上去就是賣海鮮的地方 記得留意我的下一個視頻 看看黎師傅安排什麼海鮮大餐給我們吃 今天的視頻 由鮮本娜的馬步島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吧 多謝你們的支持